那聊一下,其實要準備到日本拿副賽的時間嗎? 好,這次中華隊在預賽的時候已經表現非常的舒服 所以已經打破過去的紀錄,能夠拿到副賽的門票已經不容易 但是某人的期待當然是希望更進一場 我們希望在這個副賽這個階段能夠在一拼幾場勝場 目標是進入到最後的final round,就是前四前 這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但是大家看賽程都知道,場場應戰絕對不是簡單的事情 但是我對我們中華竟然有信心 因為我們過去,即使是我們聯盟裡面全本土的選手所組成的聯隊 都曾經雅思打敗過日本武士隊 所以球是圓的,加上我們的王總教練 用兵如神,還有我們最好的教練團 以及最棒的後勤支援團隊 我想這一次應該很有機會再打出更好的假期 署長可不可以聊一下,就是說 因為現在就是也要跟過去東京這一邊嗎? 可能署在這邊,比如說資源上面有沒有再多提供一些東西 給協助中職這邊這樣 這次我們棒球隊前進東京 大家當然共同目標就是要邁向奧運 這次到東京的十二強 局局局跟我們中華指棒非常密切的合作 提供原來計畫裡面有更多臨時需要的資源 我們完全通通都會到位 包括這次因為來回的機票都是由世界棒雷總會提供 但是它只有十二張的商務艙 所以我們也全部協助我們選手能夠升等商務艙 那因為今天就是去的班機裡面商務艙有限 所以我們回程的時候全部都會升等商務艙 所以今天有大概多少的球員或是對職人 是多少比例是做商務艙 世界棒雷總會是提供十二張十二位的這個商務艙的座位 那一台飛機的商務艙座位各位也知道有限 那球員我想經過這個我們中職跟球員溝通完之後 球員說我們是同一隊的 我們一定要搭同一排飛機 所以今天出發的時候就是這樣 好那 要問一下洪總 要問洪總 洪總簡單講一下就是昨天晚上或是現在出發前 有沒有特別就是又跟球員講一些話 這樣簡單講 沒有特別跟球員 因為在預算的時候 該講的還低一點 不過我知道 最後一場有一些跑來的東西 如果我們告訴我們是會幹什麼 我們自己選手在商務艙 謝謝 謝謝 中華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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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